请收看 维新世界 维新故事 妈妈 如同太阳 让大地开花 起起妈咪要讲的故事 就是老狐狸他开了一间超市的故事 那这只老狐狸呢 他是怎样经营他的超市呢 现在就让小朋友们 一起来跟起起妈咪来听故事了 这只老狐狸呢 他叫做老辈 他开了一间超市 这间超市 哇 里面的东西有好多好多 有小朋友最喜欢吃的糖果 饼干 也有爸爸妈妈最喜欢买的 香烟 酒 还有 很多我们要吃的东西 有米 盐 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 有卫生纸啊 有垃圾桶啊 垃圾袋啊 很多清洁用品 那这个老辈呢 他也是开了一间像这么样的 一间好大好漂亮的一间超市哦 那他卖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哦 他的客人好多哟 哇 小朋友看 客人有好多 有羊羊 有猫咪 有小猪 小猪妈妈带着小猪猪一起来买东西 还有好多好多的水果哦 大家都在挑自己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哦 这个老辈这个老狐狸呢 这是老板哦 他非常会卖东西 只要能够赚钱的方法 他都想得出来耶 耶 大家看看哦 小白兔拿了一个很好吃的蔬菜 跟老狐狸老辈问说 老板 老板 请问这个东西是多少钱呢 老板跟他讲说 嗯 小白兔 你今天来这边买东西 真的是挑对时间了哦 我告诉你 我们超市今天买这个东西啊 叫做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是非常划算的耶 你知道什么叫做买一送一吗 我就是买一个东西 然后我送一个东西 哇 小白兔看到了 他说 老板 真的吗 我买一个你就要送我一个哦 对呀 哦 小白兔好高兴哦 他就说 那我要买这个东西 可是呢 到了要去结账的时候 我们买东西都要付钱钱 对不对 哎 小白兔他要去付钱的时候 就问老板说 老板 老板 我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请问要多少钱啊 老板跟他讲说 这个东西呀 哦 这个东西 你 我刚才有跟你说 这个东西叫做买一送一 你买了这个蔬菜 这个水果 我就送你一个水果 哦 哦 可是好像跟小白兔 刚才买的那个东西不一样 小白兔说 老板 你说买一送一 不是我买一个这个样子的东西 你会送我一个一样的东西吗 老板说 没有没有 我只跟大家说 我是买一送一哦 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你们说 我送的东西 是跟它一样的东西呀 哦 小白兔想一想说 我本来想说 我买这个东西 买一个又送一个 用同样的价格一起买 这样子一个就等于一半的价钱 这样子很划算啊 可是老板说 他的买一送一是 我买这个东西 我花了二十块钱 结果他送了我另外一个东西 跟我原本买的东西不一样的 小白兔觉得说 哦 我好像有一点点被骗了 没办法 我东西既然买了 我就要付钱啊 好吧 小白兔就非常非常不甘愿的把钱给老板楼 过没多久 小熊也来买东西了 小熊之前就有来买东西了哦 可是呢 小熊进来的时候 带了一个电风扇 他就跟老板讲说 老板 老板 那一天我在你这边买了一个电风扇 可是呢 当我把他带回家去的时候 我一插上去 他就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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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响 这个电风扇好像是坏掉了耶 我都还没有吹过 它就已经坏掉了 所以我要拿过来跟你退换 老板说 买东西你自己挑了好久 你把它带回家去了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故意把它弄坏的啊 而且你自己就没有把它看清楚 我这边不可以换 我已经把东西卖给你了 那就是你的东西了 我不要负这个责任哦 哇 小熊去买东西 挑到了一个坏掉的东西 回到家以后又不能用 哦 小熊好伤心哦 花了钱 结果这个东西不能用 这个老板 他还不让我换新的 小熊很难过的 就把这个旧的电风扇又带回去了 不止这些事情哦 小朋友看看 哇哦 这个老板他在做什么事情啊 这个老板把这个米袋啊 装了很多的沙子进去哦 哎 这个米耶 是我们在吃的大米耶 结果呢 老板说为了要让它秤起来更重一点 还把它加了一点点的沙子进去了 这样子拿起来 如果客人来买的时候 哎 他就变重了哦 他就可以多赚了一些钱哦 嗯 嗯 这个老板奇怪 怎么都有这些怪怪的想法呢 他怎么都用这些不好的方式在跟其他的客人赚钱呢 你们看哦 老板他还做了什么事情 他有卖面包耶 这些好吃的面包 新鲜的面包 如果没有卖完的话 这个老板他就把它继续放在台子上面哦 哦 都让客人去买 客人就不知道说 哇 这个面包到底是新不新鲜了 他把要快要过期的也都拿出来 摆在前面哦 他都以为客人不知道 因为客人拿了就走 想说我这边的东西一定是最新鲜的 可是呢 这个老板啊 他不这么想哦 他说 哎呀 我真是一只非常聪明的老狐狸呀 我可以把这一包米 多加了一点东西 让它变得更重 这样子我就可以赚一些些的钱 我把快要过期的东西放在最前面 让客人去拿 这样子他买回去了 我就赚到了 这样子 哦 我很快就会发财咯 哦 可是呢 真的是这样吗 小朋友们 你们会上当吗 不会对不对 我们再来继续看下去 哦 他每天都在数钱哦 有一些人真的因为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就把米买回家去了 用比较贵的价格买了 也有可能买到像小熊一样坏掉的东西不能用的东西又不能退还 那这个老板呢 那这个老板呢他赚到了钱为一天比一天还要少 只有第一天赚很多很多的钱 可是呢 买回去的人啊 客人都发现到 哦 这个老板好像不太诚实哦 他卖的东西都掺杂了别的东西 不然就是坏掉的东西 大家越来越不喜欢去他的超市买东西了 而且呢 老板说 他赚的钱一天比一天少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老板还想了很久 他说 我想了好多办法哦 奇怪 我的客人为什么都不来呢 老板越来越急了 怎么办怎么办 我必须要想很多的办法 因为我开店做生意 我就是要让很多客人来买我的东西 这样子我才能赚到钱啊 可是呢 最近不晓得怎么搞的 我的客人都不来了 老板啊 他越想越着急 越想越着急 每天都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最后呢 他终于生病了 他病倒了耶 哦 他没有办法去顾店了 他只好跟他的儿子小辈说 小辈小辈你赶快来帮爸爸看店吧 爸爸现在老了身体不好 没有办法去顾店 你去帮我看看店吧 小辈跟爸爸说 爸爸你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把店顾好的 哎 小辈小辈到店里去顾店了哦 哇 很多人又开始回来买东西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老狐狸 他躺在床上 听到外面好多人在讲话 他想着想着 哎 偷偷的起来看看 发现自己在做梦哦 怎么有这么多人 回来买东西呀 哇 小白兔好高兴的拿走红萝卜说 哦 这个才是真正的买衣送衣呀 因为我买了一只红萝卜 小辈又送了我一只红萝卜 小熊妈妈带着小熊也来买东西 说今天的大米 嗯 好漂亮 里面都没有黑黑的沙子哦 哇 大家都好高兴的来买东西哦 小辈呢 他还做了很多好吃的馅饼哦 这次真的是新鲜的哦 因为是刚烤出来的馅饼 他请所有的客人来说 哎呀 这是刚好好的东西哦 最新鲜的 你们大家赶快来吃吃看哦 赶快来买哦 哇 老辈呢 老板他看到了 他跑到商店里面 超市里面来看看说 哎 我的香蕉上面有写价格耶 我所有的东西都有标上价格哦 哇 这样子大家就看着价格就可以买东西了 如果写的是20块哎 客人就用20块来买这个东西30块哦 客人就用30块来买而且还把我过期的面包全部都是都拿去垃圾桶丢掉了哦 老板好心疼哦 这样子我就赚不到客人的钱了啊 这天晚上啊 老板他睡觉翻来翻去都睡不着 他想说 嗯 这个小辈都随便帮我把东西就卖掉了 一定卖的太便宜了 这样子我就赚不到钱了 我们因为爱快乐加大 如同太阳让大地开花 所以老板他赶快到店里来把买衣送衣的牌子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哦 今天老板自己雇店 一个客人跑进来了说老板老板 我今天要来跟你买买衣送衣的东西 老板说没有 我现在开始没有买衣送衣的东西了哦 你没有买衣送衣的东西那我不要买了 第一个客人走掉了哦 他没有买任何的东西就跑掉了 所有的客人每个人来都是在问说老板我今天要买买衣送衣的东西 老板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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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买衣送衣的东西就只有买一个东西 是多少钱而已 我没有再另外送一个东西了 我已经恢复原价我没有再做特价了 一个客人进来没有买 两个客人进来没有买 三个客人进来很伤心很难过的就走出去了 哦我今天开店做了一整天的生意 结果都没有赚到一块钱 老板好难过哟 他想着想着 他又头痛 又不舒服了 又病倒了 老板不能来看店 他的儿子小贝又要帮忙来看店了 隔天早上呢小贝去开门看店了哦 哇门一打开外面站了好多人哦 所有的客人都听说今天是小贝要来开店哦 大家全部都来排队了 哇因为只有跟小贝才能买到新鲜的东西 买到买一送一划算的东西便宜的东西 哦这样子呀你看这么多人来买东西 大家都好高兴好高兴哦 所以呢那天晚上又赚了好多好多的钱哦 大家一起来看说以后如果是小贝开店的话 大家才要来买东西 如果是老板来开店的话那一天一定就没有生意了 这是为什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来想想看 为什么小贝开店的时候都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客人来 而且每个客人进来都笑嘻嘻的哇大家都把所有的东西都买齐了 而且他们可以用非常实在的价格买回去 那为什么老贝他来开店的时候都没有人要进来跟他买东西呢 对了 因为老贝他来开店卖东西的时候他卖的东西都不新鲜 而且他都会随便的把价格抬得很高 这个老板呢他虽然有很聪明的头脑 可是他做生意一点都不诚实 他让客人买到坏掉的东西买到不新鲜的东西 大家都一定要花这么多的钱买到坏掉的东西 买到不能用的东西买到不能吃的东西 你一定会很生气对不对 所有的客人都跟小朋友的想法一样哦 所以他们只要知道说是今天是老板来开店 他们就不去买东西了 但是呢如果是他的儿子小贝来开店的时候 大家一听到说今天开店的人是谁呀 是小贝 所有的客人就全部都进来了 而且呢当小贝来开店的时候 那一天的生意就特别特别的好 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钱哦 老贝想了很久 就跟小贝说 可能是我做生意的方式不对了 我也应该要像小贝一样 诚诚实实实的做生意 这样子我才可以好好的开这间店 然后把钱赚到 赚这么多的钱 这样子才是对人家有信用啊 最后老贝他终于明白了 他也要跟小贝一样哦 他说买一送一就是买这个东西送一样相同的东西 如果他买这个东西我不送他相同的东西 这样子就不能算是买一送一咯 我就要跟人家讲说 你买了这个东西我送你什么东西 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告诉客人 这样子我的客人就会很喜欢很喜欢我们的超市 很喜欢来跟我们买东西了哦 这样子我们也就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了 小朋友们 你们要学老贝还是要学小贝呢 我们要跟小贝一样哦 不管是做生意或是跟对待别人也一样 我们一定要诚实 我们不要欺骗别人 这样子才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态度哦 今天奇奇妈咪说了这个老狐狸开超市的故事 小朋友听了有没有觉得说很好听呀 如果有很好听的话 请你把这个故事记得哦 也可以跟你的好朋友 再叙述一次这样的故事 跟你的爸爸妈妈讲一次这样子的故事 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说 我要当一个诚实的乖小孩咯 谢谢各位 今天奇奇妈咪带来这个好听的故事给大家听 小朋友记得哦 下周同一个时间再来听奇奇妈咪说故事了 小朋友记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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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